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量的体育媒体都派遣了记者来到比赛的现场 需要拿到第一手的比赛资讯 利亚加尔顿 这是一脚凌空抽胜 没拿稳 但是扑到就算是成功了 这球有了 这个球可就不能苛责门将了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回放一边进球的全过程 第一次机会选择了打圆脚 被门将扑出 但幸运的是他们拿到了第二次机会 这一回可就没有门将阻拦了 比赛现在变成了1比0 拿到一个脚球 这个球啊 是奔着点球点赴进去了 这球又进了 双方胶着了半天 但他们突然发力 连下两成 这是一次绞球的机会 他们没有浪费 最后的手门也不赖啊 一击投球 攻破了对方门将的食指观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王双 罗嘉慧 还在带球 这应该能追一个回来吧 打中门路弹了回来 比赛继续 这次机会啊 也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这个球太可惜 在对方门将都已经放弃抵抗的时候 皮球却击中了门框 最终也只能无攻而返 他们要相信 运气是暂时的 实力才是永恒的 现在又换到对手控球 这会是个机会吗 这会是个机会吗 赶球很成功 直c找队友 失误了 球被防止队员得到了 一路带球 狂奔八百余力啊 艾拉团 王珊珊 双妹子往上拿球 位置非常好 进球很漂亮 这一脚直塞球 值得我们通过回方 一看再看 最后来了一脚 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 滑出一道美妙的弧线 直飞往窝 比分被改写成 三比一了 比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 网霜 网霜 缩小分叉的机会 好样的支持而后勇的他们 现在把分叉 锁到了只差一球了 什么叫手术刀板 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接下来这脚打门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 门将回点法术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三比二 曼联女足正在前场寻找机会 赶门 射门穿透力不够啊 被拦截了 这是有人来提供支援了 成功带球突破防守 太棒了 他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脸上写满了遗憾 如果进了就能帮助球队 扳平比分 不过足球比赛他没有如果呀 汉纳布伦戴尔 海里拉德 就朝着门将方向去了 王双 王珊珊 这是在绣脚把呀 漂亮的防守 为球为雷勒姆斯 罗家慧 来自罗家慧的一角非常到位的传球 他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曼联女足的接外球 尼吉塔 帕里斯 看起来能找到队友 会有进球的机会吗 哦 谁能想到 他用这样一个零空侧钩完成了进球啊 想象力十足啊 这一次他们还是选择了边路起球 不过这一次的传桌非常到位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这视角好球啊 本来挺有希望的一球 最后还是失败了 脚下活非常细啊 王双一脚精准的传递 王珊珊 守门员做出了扑球的动作 这次没能攻进去 主才一声哨响 上半场比赛也随时结束 转播画面已经回到了奥林匹克球场的比赛现场 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已经开始 让我们看看今天谁能笑到最后 成功的找到了空档 这次呼叫确实厉害啊 这一脚师们的质量还不错 答案对方门将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没有什么明显破绽 门将状态这么好啊 进攻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转中被防守方先拿到了 好的 前场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机会来了 哎 又一个呀 他们今天脚锋很顺啊 已经领先三个球了 哦 这是一个不太应该出现的失误 防守队员需要的是稳重 再挤半方丢球 那可是相当危险 目前的比分是5比2 感觉有了 门将铺了一下球 别看这个球拿得容易啊 哎呀 这第一下铺就啊 一点都不容易 哎 这可能就是先苦后填吧 这才是的 曼联女足进攻有力比赛 这动作有点大呀 才奔这次会掏牌吗 来北海出示黄牌 是以球员犯规 我倒觉得防守队员 好像也接受这张黄牌 这脚穿球直接穿透了防线 命中门住了 球还在界内 对手攻不过他这关啊 这个球对方防线本来都已经绝望了 但门框却拯救了他们 而对方也只能埋怨自己运气不好啊 皮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 带球奔向球门 好机会 这次的攻势被门匠扑出去了 但危险还没有解除 武射球进 门匠尽力了 显然他的队友啊 也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啊 我们能看到 门匠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做了 无论把他换成其他任何人 都很难做的比他更优秀 但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 球毕竟还是进了 分差太大了 张欣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这个球有机会啊 王霜到分的机会 球进了 这一脚直塞球 值得我们通过回方一看再看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 将球打进 双方都有多个进球啊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 还剩下25分钟 唐佳丽 刘佳慧 杨中到了禁区里 王震了这次进攻 他们又把球拳交给了对手 王珊珊 王珊珊 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了最后的20分钟 好的 球没有出界 面对对方的严密紧逼 他把球带出界了 他们的替补队员要登场了 球还在脚下 他的奔跑真是不知疲倦啊 张瑞 来到禁区边缘了 观众也沸腾了 漂亮 这是他本招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他这次进攻显得非常有信心 防守队员完全防不住他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现在的比分变成了6比4 他又把球铲了回来 王珊珊能先搬一个回来吗 球进了 他们后期发力 看起来有点效果 现在只差一个球了 来看一下进区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给他加的好车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双方目前比分6比5 埃拉图恩 我不得不说啊 这波传球非常漂亮 文将轻松地做出了扑球 唐嘉丽 就被他们拦了下来 非常精彩的压迫在前场端球 张欣 好机会啊 防守出现了空档 他们曾经四球落后 但是现在他们居然扳平了 太不可思议了 再来欣赏一下这次进攻 传得好 跑得妙 没有约为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就打进 比分又被扳平了 起起伏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海里拉德 比赛即将结束 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尼基塔 帕里斯 这脚上门啊 直接被挡住了 对手已经大局压上 正好打反击啊 罗家慧 唐嘉丽 一次绝佳机会 球进了 他们完成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 惊天大逆转 他们曾经大比分落后 但现在 他们重新将命运 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回方来了 看看这条球 传得是非常漂亮 直接传越防线 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 弧线的艺术 伤停补师出来了 两分钟 这是有人来提供支援了 打门考验一下门将 有效地阻止了 这一次进区边缘的盛门 比赛结束了 费 这一次进区边的盛产